对于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,我们总是想知道这个人以后有没有前途,将来会不会出戏,能不能够有所作为,在不能够看清一个人之前,我们所有的和别人联系,心里面都是没有底的,其实看一个人有没有前途,没有那么复杂的标准,只要靠个人的感觉就可以了。 通常情况下,从下面六个方面,就能够大致的知道这个人将来会不会有前途,依现状与出身的关系,很多人的命不好,就怪自己的出身不好,所以就一味的掉在出身不好的这个坑里出不来。 其实,一个人现在的现状和他出身的关系,就能够很好的证实一个人将来有没有出息,一个出身贫穷的人,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,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,将自己走出失败的阴门,也就是自己干事的时候,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出身问题,只是根据事物的规律去执行,这种人以后都是大有出息的。 反之,这个人就不会有出息,二,这个人的精神状态,一个有前途和出息的人,精神状态一向是很充实的,你看不到他悲观厌世和迷茫,你看不到他的几处和对抗心理,他们总会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身边的每一个人,去做好自己手里面的每一件事。 从精神状态上,也能够看出来了一个人的前途大小,如果一个人整天为迷不振的,你怎么夸他,他也不可能有太好的前途。 三,重人看法,从以往大家对他的看法当中,也能够判断出来了一个人的是否有前途。 如果大家对于他的为人处事都比较满意,他能够和大家把关系处得很好,这种为人处事的能力,就会一直保持下去,他换的也就不会太差。 四,身边人的整体素质,物以类质,人以群分,看一个人前是否有前途,就从他周围的人的整体素质就能看出。 如果他遇见天或日子的人在一起,他的前途就非常堪忧,他和一帮秩序相同,爱好一致,事业心度非常强的人待在一起,他也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。 人脉圈子的质量,一些前途前是非常好的人,人脉圈子的质量也都比较好,在他的人脉圈里面都是正能量的,而且他结识了各种各样的关系,所以他们办事情的时候,就会越来越顺利。 人脉圈子的质量也决定着一个人前途的大小,越努力的程度,不管条件是否优秀,这个人多么聪明,情商有多么高, 如果离开了努力,其他的都是空谈,也将是一事无成的,所以从一个人的努力程度也能够看出,也决定着这个人时,不值得我们长期看好。 如果你自己长期看好的人,一定不要做失了和他深入交往的机会,这也可能就是你成长的好时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